虽然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顿已经抵达了特拉维夫 但是美国很清楚的是派航空母舰打击群到以色列 而且不派地面部队 他的目的是要防止战事扩大 也就是他不参战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不参加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不认为伊朗介入 根据CN还有美国自己所做出来的分析 阿玛斯的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的期间 所有他们根据的照片还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找到的武器 他们发现都是以前俄罗斯的或者是中国枪支的改装品 是非常久以前的改装品 可能是几十年前遗留在战场 最后落入哈玛斯的手中 包括自制的火箭 改良型的AK-47 都是几十年前的苏联的机枪 还有廉价的二手跟被盗的武器 这是他们的武器库 所以过去一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怀疑有伊朗的介入 而这个事情是被排除的 基本上大家看法是认为这场战争 最惨的就是在加萨走廊 它不会扩大 波及到中东整个各个国家都加入战争 更不会卷入伊朗战争 在加萨走廊 在加萨走廊